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姐妹 平安 今天我们要谈到有关罪方面的事情 我相信我们大略都会知道什么是罪 神不喜悦的事 很多的人对罪的观念就是 我不去犯罪就好 但是我们会知道 圣经对罪的讲解是很全面的 我们要多认识 有时圣经告诉我们 你知道对的不去行那就是罪了 圣经也告诉我们 凡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 所以我们会发现 圣经对罪的讲解有很高的准则 我们在认识神公义的准则的时候 千万要记得 不要只有单单说 我不要犯错就好 我尽量做对就好 我们要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 特别是在今天的主题里面 要说到的就是 有时候我们间接地参与的罪 有时候我们不要间接地给人有一些胆量 或者有一些机会去犯罪 所以保罗在牧养苏信的时候 他对提摩太说 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要保守自己清洁 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思 今天我们来多思想这句话 各位我们来想说 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 人天天都犯罪 我们无论到哪里去 那个犯罪抵挡真理的文化是充满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 不管我们给不给人机会 人的犯罪总是会发生 所以如果我们间接地参与在其中的时候 神不喜悦 所以牧师常常给各位有一些例子 我们圣民活在世界的时候 一定有一些谨慎 有一些准则 或者原则是我们应该要抓住的 牧师常常说 我们不要贪心 像这个世界的人一样 我们看这个世界的人 他们买股票 他们买虚拟货币 他们赚了很多钱 我们又看到有一些人血本无归的时候 你说这些人贪心 谁叫他们愚蠢也贪心 但是如果你去参与其中 你说我也要赢一笔 你要知道在很多人 因钱财的这些贪心邪恶的作为 很多人受害当中 你去参与在其中 那你就要问 你有没有间接参与了别人的犯罪 那比如说 如果我们身上有一些技术 神给我们的一些才能 比如说我们会做这个Programming 电脑程序 我们会设计 那有一些程序是好的 比如说施工方面 我们工作方面 我们现在很需要这方面的人 这个世界都是在做电脑 那你有这样的技术 你用在好的方面 那不错 但是你有看到 这个世界的人也用这样的技术 来叫人犯罪 你在这个方面有技术的时候 你天天去设计有些电脑游戏 给人在电脑上沉迷 很多的孩子就沉迷 不读书 天天玩电脑 那你问 你这样的技术 这样的专业 来用在这样的事情上 你的良心有没有受谴责 你说 他们不玩我的程序 也去玩别人的程序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讲的时候 就不负责任了 因为圣经明明有说 你不要参与别人的罪 人是没有节制 人是放荡 但是你不要给他们那个机会 做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基督徒 比一般的人更高的准则 因为我们实在是拥有了 上帝启示的真理 所以我们的价值理念 道德理念 总是跟世人不一样 才对的 当然说到这里 我们也不能太牵强 因为罪恶充满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说 人就是会犯罪 我开一间店 特别卖刀的 刀有好处 用来切肉切菜 但是因为看到有人用刀来谋杀人 那我就是参与别人的罪 不是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不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们在应用这个原则上 我们要很准确 要按照圣经的一个很准确的原则 来使用 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 罪恶充满 我们很难用神的真理 来激活人的良心 因为世人毕竟 他们的道德理念 价值理念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当我们说到 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分的时候 我们特别要谨慎的就是 这句话 特别要应用在主的教会里面 主的教会是神用重价买书的 叫祂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的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注意这句话 所给我们的警戒 有时圣徒之间 生活当中 一不小心 就成为了魔鬼的工作的管道 就是在别人的罪上有分 我看到最普遍的东西 就是在教会里面 有时候有讲闲话的 有谣言的 对不对 有常常讲恶毒的话的 误会的言语 所以很多这样的 一传五传十 十传百的 这样的事情 有时就间接影响了 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和睦 各位 倘若一个人 他说出了愚昧的话 那我们在愚昧中 就成为了他的扩音器 对不对 他讲什么 这样 你没有去思想 然后就这样传下去 跟着他的无知一起 这样的就做的 那你就参与了别人的罪了 各位了解吗 所以各位 我们有时候说 我们愚昧嘛 各位 你不要以为愚昧不是罪 圣经说愚昧就是罪 愚昧不是单单无知 不知者不罪 不是 因为圣经讲到愚昧的时候 告诉我们 愚昧是一种道德的堕落 所以当你把人不对的话 愚昧的话 闲话 重伤人的话 传的时候 你要问你的心里面 你的心有没有一种血气 你的心有没有要传那句话的时候 要得到有一些自己的认同 人的认同 或者自己的利益 或者可能在当中 你要人站在你这一方来看事情 所以 只有看透人心的神 祂知道这件事情 祂也在祂的话语 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对神的道 是很正直的领受的 你就会知道 神的道是一面镜子 你从神的道 看得到你心中的动机 那么有时候 我们会发现 因为在教会里面 都是罪人充满的地方 有时很多的运作上 有一些人际关系 处世带人上 有很多复杂的事情 我们也不知道 每个人的心里面是什么 但是 圣经也告诉我们 有些人的罪是承明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的 你跟人相处久的时候 你会知道 比如说 有一些人来了教会 他带着不对的动机来 可能来这边 要得一些私人的利益 或者要得一些钱财 一些好处 但是不是真的要跟从主的 你跟一些人久了之后 你就发现 他不是来要得神的话语 也不是要来跟神产生关系 但是圣经里面 也告诉我们 有爱的原则 我们不能 单单我们看到这一幕 我们就把它赶走 你这个不蒙恩的人 来教会 不是要认识神 我们不能 我们也不能这样对人无礼 这是神的话 禁止我们的东西 但是在公义的层面上 我们也不要故意 去满足人的需求 我们对人 也不能用人情人意 来纵容一些人的软弱 也更是不能去奉承 有一些人 我在服侍主的教会 这么多年 这十九二十年的 那个生涯里面 宣教工作十多年 看了很多的事情 有时候 我看到有一些教会的领袖 他们为了强盛自己的教会 就特别奉承一些 比较有钱 比较有地位 比较有势力的人 盼望他们这些人 能够留在他自己的教会 来强盛他的教会 各位看起来 这好像人之常情 但是你会发现 这样的事情 做久 慢慢就叫教会里面 形成有一种 假冒为善的文化 导致教会里面 许多的人慢慢就感觉到 这个教会没有公益 我们不能信任 这样的教会领袖层的做法 然后就会人慢慢离开 可能离开的时候 是有一些事情发生 觉得导火线 哇 吵架还什么 但是你要问 他之前是不是 已经有产生 对教会很多的不满 做事情的时候 很多看在眼里 他不讲 但是其实人都会想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方面我们也要懂 我们也知道 我们不要参与别人的罪 有时候是直接的罪 间接的罪 有时候给人机会犯罪 很多方面我们要明白 魔鬼他是千方百计的 要分散主的教会 所以他的手段 有时候不是直接的 也是间接的 因此如果我们一不小心 就会给魔鬼留一个通道 有时我们的心 不是这么正直 有时有实心 有时我们是愚昧 人家说什么 我们信什么 就道听徒说 各位要记得 罪的力量 有时不是单单 透过叫人去直接犯罪 罪的力量 就在人的心中里面 有时叫人慢慢 在道德上 有一些妥协 所以慢慢成为了 有一些人犯罪的一些管道 所以听听听听 就讲 然后讲了之后 就影响很多人 有些人来教会 我怎样发财 我能看得出他的贪心 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人买马票 他发财 他买股票赚钱 他有几样的一些 一些很快 很容易得到钱的方法 很容易成功的方法 他一直要讲出来 这些东西的时候 旁边的人一听到 我这样 这样我也可以赚钱 但你会发现 人的关注 就放在物质 钱财的东西 不是放在主的身上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要细密地去设想 我们不要说 都可以 所以在教会里面 虽然我们相爱 但是我们一定有一种谨慎 我们心中有神的公义 圣洁的人 我们知道 有些东西说 有些不说 有些说到哪里 有时候我们看这个人 他有这方面的软弱 就不要去引诱他犯罪 所以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所以 有时候在主的教会 我们传讲神的话的时候 有责备 有劝解 有时候在牧养当中 我们有用爱心 说神实话 这样我们才能不让人 不受约束的 去犯罪 人总是会跌倒 人总是会软弱 人有时候 今天刚强 下个礼拜就软弱 就血气 有这样的事情 也是会发生 所以 我们总是做牧者的 或是做小组长的 我们对人的生命 有负担的 我们成为我们肢体的一个保护 我们有提醒 这是一个相爱的举动 各位 教会有没有这样的做事 各位 你一定要记得 为什么 今天的教会 不喜欢讲罪的东西 因为 让人感觉到太赤裸了 第一讲的时候 有时候牧师 又不是讲行为 讲到人的内心去 每个人内心都有诡诈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对 若不是神怜悯我们 我们没有一个人 今天能站立得住 如果看穿我们内心的上帝 把我们心中的意念 全部指出来的时候 我们 胡处可容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听神的道的时候 灵性很长进的人 很敏感的人 要顺服主的人 他就会反思 牧师今天你讲 我有感动的 我有知道 我自己 亏欠在哪里 所以有觉悟 我告诉各位 我们讲罪的人 不是单单要严厉 谁喜欢严厉 我都喜欢 别人喜欢我 对不对 所以人都不喜欢 讲一些叫人不舒服的事情 但是你要知道 罪侵犯神 罪也侵犯 按神的形象 所造的人 所以如果 有罪的时候 你继续放纵 放任的 人不会有幸福的 你在一个 你在你的家里面 如果你的家庭成员 全部犯罪 一唱一和 全部骂你 开始呢 只有你的配偶叫你 不要去教会 后来你的孩子 哎呀 妈妈 不要去教会啦 你去教会做什么 没有时间 每个人一唱一和 你辛苦不辛苦 对不对 所以当有两个人 三个人一起犯罪 一起参与彼此的罪的时候 其实是拿走 我们很多的喜乐幸福的 教会里面 虽然我们都是相爱 但是我们知道 为什么不能爱 因为有不圣洁之处 没有解决 有罪之处 有人彼此放纵罪的事情 有的时候呢 没有人说什么 每个人都说 可以啊 这样也可以啊 来教会这样也可以 这样做人也可以 做基督徒很容易 慢慢你就发现 很多的弟兄姐妹受伤 很多要跟踪主的人 他们心里面就受伤 为什么 因为当你看不见 神的公义的时候 你问神在哪里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幸福的教会 并不是没有软弱的教会 乃是每一次 听到神的话的时候 有悔改 有觉悟 然后从这个地方 才开始懂得相爱 那个相爱的喜乐 才会出现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主帮助我们 今天我要讲这篇道的时候 我心里很大的重担 谁喜欢上台讲罪 我们都喜欢上台讲恩典 但是你不知罪 你怎么能够得到神的恩典 所以当你得到神的恩典 那恩典是来叫你什么 叫你开心吗 不 叫你制使身体的恶行 叫你勒住你的舌头 叫你知道怎么用神的动机 爱人的动机来出发 来服侍主的时候 你就发现那个恩典 所带来的圣洁 才有圣洁的喜乐 阿们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主帮助我们 这是主在圣经里面的教导 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所以这方面我们一起 今天多思想多学习 我们大家一同打开 提摩泰前书 第五章 第五章十七节 我们来看 十七节 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 各位这里讲到长老的时候 大家马上说 知名长老跟文刚长老 这样的话 知名就不不用听了 这里讲长老 当然有监督或者是领袖的意思 当一个人的位置越高的时候 圣经就知道 那个人的责任很大 所以又给一些很清楚的教导 所以你不要说我不是长老 可能你是一个小组长 你带领十个人 你对十个人的生命 十个人的家庭要负责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里说 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 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劳苦传道 教导人的 更当如此 所以在这里 我们讲到教会领袖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分辨 对不对 有管理事务的 但是有怎样 还有什么 教导 劳苦教导众人的 所以 圣经怎么说 劳苦教导众人的 更当如此 所以我自己说 我盼望我们的长老们 我们的知识们 我们的小组长们 都能够会教导人 因为 的确在教会里面 最重要的事工是教导的 当然 我这样讲的时候 那管理事务的不重要吗 教会里面很多的行政 很多的方面要管理 也重要 但是你要知道 为什么教导重要 因为教导 是把人的理性 开启的 增长人的灵性的 对那个方面 你要知道 你没有明白过来 你做事你是可以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做事 劳苦谁都可以做 处理也可以做 你要想很多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方面 你要知道 你要对付 有关人的灵性里面的事情 有关人心里面的 有罪的事情 有时候要使人 走正路的事情 他要明白 然后他才做 就不一样了 你外面叫人做事 跟你里面要改人 里面生命的东西 哪一个比较难 当然是里面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教导的 不要乱教导 你教导错 你的责任是很大的 每次牧师要上台 讲到的时候 战战兢兢 现在连呼吸 都有一点困难 不是因为哮喘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这样教 看各位在听道当中 哪一句话 能够叫你觉悟 哪一句话 能够勉励 或者安慰受伤的人 对不对 所以这方面 我们要明白 让能教导的人 没有后顾之忧 让他教导 让他思想深的话 你能做一个 教导众人的人 你的责任是很大 你的冠冕也是很大 对不对 我们再看第十八节 因为经上说 牛在场上揣鼓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又说 工人得工价 是应当的 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每次 传道人不需要拿薪水的 就是什么都来做 什么都做 什么就这样做 有些人说 我也不要拿薪水 拿薪水很负担的 等一下拿了 没有拿薪水负担 没有拿薪水服事的时候 人家说谢谢你拿了薪水 为什么你不在 为什么你没有做这个 你明白吗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说一个很重要的话 我们在服侍主的众人 我们拿薪水的人 我们知道那个理由是什么 因为当我们拿薪资 我们被弟兄姐妹的奉献来喂养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是喝羊的奶 我们是穿羊给我们的那个皮 所以我们对羊的那种 我们知道我们也依靠他们 我们也爱他们 那羊也依靠我们 对不对 那你说 我不要欠你 只有你欠我 就好了 我不要拿薪水 我就服侍你 我来为你做 各位 你慢慢的心里就不平衡 你慢慢就感觉 所以我说的就算 你要听 因为我已经没有拿薪水了 你看 这也是人的动机 不对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依靠彼此 然后再服侍彼此 虽然有长老 有带领的 有小壮带领的 但是我们要彼此顺服 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的原理 你可以反馈给我 我可以跟你解释 这个关系 你们明白吗 所以你不拿薪资 不是伟大的 你要明白 神看到 每一个人里面的动机 每一个人里面的心机 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主说 这个整个群体的关系 彼此依靠 彼此顺服 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这是上帝的话 所以你了解了吗 神要看的是那个关系 不是有一个人这么伟大 他出来 教导众人 他什么都付出 除了耶稣是这样 你们不要夸耀 你们是这样 你们明白吗 我的意思 所以这里是牧养书信 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 很重要的话 你们看 第十九节 控告长老的臣子 非有两三个见证 就不要收 犯罪的人 当在众人面前 责备他 叫其一的人 都可以惧怕 有没有公义 有没有慈爱 各位在这一点上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慈爱和公义的原则都在 有一个带领人的长老 有一个在教导众人 牧养众人的领袖 你会感觉到 他很容易会怎样 受到人的指控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众人 常常在一起 有没有 你常常要牧养人 你讲 每次要讲一百句话的人 很容易一句话就会讲错 一句话都不讲的人就没有讲错 你们了解吗 所以我们要照顾众人 牧养 勉励众人 讲十句话 听 第十一句话 不通听的时候 你看 这个人 所以他就会去找人 这个人 这个领袖 这个主长 这个长老 就这样讲 对不对 所以圣经说什么 你们不要这样做 因为教导众人 治理众人的人 不容易 所以你们要理解 你们要 不要就一有人来控告 他就马上 这个有了问题 你们了解吗 所以要两三个人 你也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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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们来看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 对不对 然后犯罪 犯什么罪 你要是看 罪的那个重量在哪里 如果人家说 我不太喜欢 文刚长老跟我讲的话 他的语气我听不爽 那你告诉他 跟 文刚长老 又偷教会的钱 还是什么 那又不一样了 你们明白吗 这两者 你要分辨出来 你不要因为 你自己受伤 然后你私人的意思里面 你把那个罪看得很重 这一点 就是我们人的有限 人的软弱 我们在讲 别人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自己的软弱 智慧人 是懂得看自己的 智慧人 不是懂得讲人 讲人谁不会 讲人最爽了 对不对 但是你用镜子看自己的时候 才是智慧 那镜子是哪里 就是圣经了 所以这里 保罗就跟 这个提摩泰说 所以 第二十一节 我在神和基督耶稣 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 祝福你 这句话很重 为什么不要说 主是你 提摩泰 为什么要在基督耶稣面前 为什么要在蒙拣选的天使面前 各位 这句话很重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主耶稣是 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各位有没有 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只有等到将来 在大宝座面前才审判 各位你要知道 主耶天天在审判这个世界 公义的神 在祂宝座上 那个公义的光芒照射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地上 很多不公不义的人 这些作恶落端的人 其实你看到 很多已经受审判 所以地上里面 有宅羊 有瘟疫 有病毒 有战争 有各种陷害 人陷害彼此的事情 天天发生 这个跟什么有关系 跟人的罪有关系 有罪的地方 神的审判就来 但是只是 最终的审判 还没有来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当中 神要得到祂的选民 阿们 但是呢 在基督耶稣面前 所以那个公义者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的上帝 祂要强调祂的公义的时候 祂说谁在实行祂的公义 就是祂的使者 特别当我们讲到 圣洁公义的时候 这个堕落的世界 已经是败坏 上帝最看重的是 教会里面的圣洁公义 阿们 所以教会里面的 圣洁公义的事情的时候 你想到这个 你就想到启示录 启示录 我们主耶稣就拿着 七个星 七个星代表 众天使天君 对不对 在七个金灯台 那个地方做工 七个金灯台 就是教会 所以天使 是跟神一起 对不对 守护教会 祂服役 承受救恩的人 祂也守护教会里面的事情 又要破坏教会的 天使会做工的 各位有没有 有罪的是 为什么天使 叫做公义的天使 为什么不叫做 慈爱的天使 天使当然也慈爱 对不对 但是他是在 上帝的公义里面行事 就上帝的律法的准则 讲出来的时候 有不对的地方 那天使会做工 会触动到天使的公义 明白吗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这些是很属灵的话 有些人就是不怕人 不怕神 不怕鬼 什么都不怕 你完蛋了 各位了解吗 完蛋了 你只是人 上帝把你的鼻子 按住 三分钟你就死 你不怕人 要夸耀自己什么 然后随即一行 我想怎样 谁能够管我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等到你一病 你马上谦卑下来 你没有发现 人的反应是这样 病好一点点 就来了 又开始骂人 又开始做坏事 你看 这个就是人的样子 神还把公义 还把尊荣冠冕赐给人 对不对 所以各位不要每次说 为什么上帝造地狱 这么残忍 什么东西 你要先知道 上帝把多么大的尊贵 给人的生命 超越所有的动物 甚至 神也没有说 天使是按着他的心 就人按着他的心 相造 有上帝的创意性 在他的生命 有至理万有的 那个智慧 放在人的生命里面 什么好处都给他 你就听我的话 不要吃我叫你不吃的 上帝一走马上吃 马上 所以那个罪这样传留下来 所以我们知道在基督面前 在天使被拣选 为什么用被拣选的天使 天使也有被拣选的 被拣选的天使 当三分之一的天使 在那个时刻 永恒里面的时刻 他们堕落的时候 三分之二的天使 他们要遵从神 我们要跟从这位上帝 他们就被称为了公义的天使 被拣选的天使 另外就是那些堕落的天使 专门反上帝的公义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先明白 为什么保罗说 我在基督的面前 审判活人死人的上帝 在公义的天使 被拣选的天使面前 劝你 所以你要谨慎 你是教会的领袖 你要谨慎 这里说什么 第21节后面 要遵守这些话 不可存什么话 神的话 对不对 就是保罗所有在前面已经讲 然后不可存成见 什么是成见 就是很不公义的 不公正的 行事也不可有 偏心 我们最厉害的 有一次我跟师母讲 为什么人这么偏心 他说我们人就是偏的 就这样 偏了 偏这个 偏那个 就不偏神 对不对 偏自己要偏的 然后给人按手里 不可及处 按手里 是什么 就是按 安利 有一些人来服事主 甚至是讲道的 不可及处 要知道 那我们一起 等一下我会解释 等一下我们一起看 好吗 我们一起读22节后面 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要保守自己的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整段的经文里面 当我们讲道 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换句话说 这是按照上帝公义的准则来讲 所以在整个教会的运作里面 领袖的公义 领袖行事为人有公义 有圣洁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因为领袖的位置 你有带领人的时候 你在为人的生命的负责 下面的人 怎么因你的决定来受影响 然后下面的人 怎么学习你的榜样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泰 有这么说 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亲爱的弟兄姐妹 领袖的公义 行事为人 不但是在主动方面有责任 在被动方面也有责任 比如说 现在牧师在主动方面要教导 不能施责 要劝解众人 这是我在主动方面 要爱弟兄姐妹 要该做的事情要尽责 这是主动方面 但是有些被动方面的事情 就是不关我的事 好像感觉不关我的事 是别人之间 可能两三个人的事 另外一个小组的事 或者教会里面有行政的事 或者这样的施工的事情 不是直接牵扯到我 但是领袖不能不管 因为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不管 没有立场 不解决 不处理的话 这些问题就会慢慢 好像 像面交一样 就扩散 就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合一 所以在这点上 我们虽然有治理 讲道方面的职责 但是看到有不公正的事物 又出现的时候 总是领袖会发现 在这点上要放尽祷告 比如说 有些人有重伤彼此的时候 没什么时候讲这样的话 或者 有时候在处理 有些教会的事物里面 有些方面 弟兄姐妹觉得 教会处理的不好 有不满意的一些见解 其他的弟兄姐妹 单单听了就算了 但是牧师 如果听了 我知道 我要给大家有一些交代 我要多设想 所以 这方面 就是一个领袖 应当有的一个公义的职责 在这方面 其实保罗给提摩太 很多方面的教导 甚至道什么东西 如果 有人 控告领袖 或者控告长老的臣子 一个一个这样讲的 你们要知道 你要考虑清楚 如果只是一两个人 不要说 也要两三个人讲 也要查明 很多的事情 那事情的前因后果 很多 你说这个 他说那个 怎样 对不对 所以 提摩太 我就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 我要懂这么多 当然 因为现在 你在牧养 主荣耀的教会 圣洁的教会 甚至连 有一些领袖 长老 他们的 工价 他们的薪资的事情 也讲得很清楚 对不对 不要亏待人 不要亏待他们 所以在这点上 牧师也是有去设想 我们同工们 对不对 我们一起服侍当中 但是我们服侍当中的 有一些我们应当给的奖赏 或者有一些的勉励 或者有一些的称赞 或者很多方面 要去想 这个就是一个领袖的职责 如果一个领袖 没有把他很直接的 应该主动要做的 跟他被动要去设想的 很多的事情 想清楚的话 你就会发现 有一些人受亏损 所以你们要不要做领袖 我跟你们讲 做领袖是很多压力 有些人喜欢站在台上 有些人喜欢站在前面 我讲话 说的算 没个人听 你要做皇帝 各位 皇帝你看都是名臭的 大多数名臭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要不能承受那个重担 不能平衡公义和慈爱 然后自己做久了 传给自己的儿子 儿子 儿子 皇朝时代 你们就看 很多的贪污的 软弱的 对不对 我们就会知道 所以 若不是神给你的位置 你不要贪心 神给你这个位置 你还要谦卑 帮助我 像所罗门这样 我没有智慧 求神给我智慧 对不对 有这样的话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 就很清楚讲到 一个领袖 你的公义 所以我说 领袖的 对公义的理解 跟一般弟兄姐妹对公义的理解的那个层次上有一些不一样 有些弟兄姐妹看到有一些事物没有做好 可以不要管 对不对 牧师一感觉 不太对了 今天主日学为什么这么乱 是不是有事情还是什么没有处理 或者有一些人随便跳班 牧师没有办法 每个人要这样 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出来 对不对 所以你们会了解吗 但是通常各位不会生牧师的气 你们会生下面的人 执行的人的气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很像你们会生招待的气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招待这样做的时候 牧师又告诉他 你要这样做招待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所以你们明白吗 所以 人都是这样 你在医院里面 人像护士发脾气 然后看到医生来了 医生好 有没有 但是医生说 等一下给他吃这个药 给他打这个针 你们有没有了解吗 因为医生要给他那个指示 但是执行的人辛苦 所以我先跟各位说 你是一个智慧人 你就会了解 为什么一个教会要管理的好 是要负责任 是要负责任 所以执行下去的人不是完美 但是你们也要理解他们的难处 所以这个就是我身为一个领袖 现在用这个经文来跟你们讲 你们就会知道 保罗的苦心 提摩太的苦心 他在处理整个教会的事情的难处 都在那个地方 我这个信息是特别留这个聚会讲的 我看这个聚会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教会是比较久 同工也比较多 所以有一些话我就这样直接讲 希望你们在灵性上 能够长进 能够成熟 如果教会的同工们都成为这个样子 慢慢接下来的人看到 这一幕也成熟起来 感谢主 这教会一定可以 然后呢 特别 这里说到什么 在遵守神的话语和形式上 都要有很高的准则 这是神对领袖的要求 所以这前面的话 如果你说我不是领袖 那你就不用听了 但是你说 我也盼望有一天 主能够这样使用我 我下面能够带领一个小组 两三个人这样 我要知道 我要为人的生命负责的话 我要怎么做呢 所以你们看 在这个第21节的时候 保罗怎么说 我在神和基督耶稣 被拣选的使者面前 祝负你 要遵守这些话 什么话 这些 神透过我给你的吩咐 这个神的话 对不对 特别说什么 不可纯成见 do not what is it have partiality 就是不公正 各位成见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话 是客观的真理 绝对对的 这个没有人说什么 但是 你们有没有发现 用的人就用不对了 用的人一有成见的话 就不对了 各位有一些人对别人的要求是很严厉 对自己就很松懈 你有没有成见 对别人你就会懂 讲用这个经文 对自己不会用这个经文 你看这个就成见 对不对 或者有一些人是这样 哎呀 我做不到的就不要求人做到 我做到的就要求每个人都要做 这种人也是很麻烦的 很麻烦的 有一些弟兄姐妹很软弱 每次该来的聚会没有来 然后看到别人没有来聚会 他说 你也没来聚会 我也没来 没有关系 这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主日 今天忙 孩子有事 不用来 不要紧 有时候有事是这样的 为什么 但是如果他有来的 为什么你没有来聚会 你看 这个就是成见 不公正 他的基准是以他自己的水平 他的standard来的 不是以神的道的准则 我是给各位一个例子 所以你就会知道了 人的心是多么容易有成见的 诡诈的 所以神的话 无论讲得多好 你有成见的时候 你就不遵守了 你在神面前就有误了 另外一句话 行事为人不可有偏心 对不对 偏心 如同你比较偏向 或者善待一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你的关系好 我们跟一个人的关系好 当然我们对他就有一定的信任 这是我们要了解的 我们做事工的人 比如说我跟长老的关系好 我对他有一定的信任 你且能将有些事工交给他 但是不能有偏心 这里是很清楚的说 所以我们公行义上 不能有偏心 所以有时候你看 我有时候这样讲 牧师说真实话 有时候比如说 两个弟兄姐妹 有嫌隙 有问题 这个是在这个小组 这个是在这个小组 你会发现 组长都会偏袒他们的组员 各位有没有发现 组长说 因为我了解我的组员 所以你很会了解他的难处 所以你会发现 因为他是你的组员 但是你一定一直要问自己 是不是因为他是你的组员 你们了解吗 所以当你的孩子在 这个有三个主日学班 就在其中一个班的时候 你的眼睛是放大镜看这个班 你没有好好去看 旁边有两班 要在一起分成三个小组 分成三个主日学班 他们的年龄层要怎么分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的心偏的时候 我们不能看客观 我们只有自己为中心 自己偏向的 自己想要善待的人 当然教会里面 我们有善待人 恩待人是应该的 但是你会知道 教会只有二十个人 我们善待彼此 跟现在有两百个人 两千个人 你又不一样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要考虑到更多人的难处 我要这个 就会促使到另外一个人 失去那个好处 那我就要平衡这个东西 所以有时候人 在工作上 你做到上层的时候 你比较会了解 比较了解 这个是如果我们用一般恩典来讲 你做到上层的时候 你就发现 做下面的职员永远讲 你看那个上层的人都是这样的 等到他自己做上层 他就做一样的东西 做得更糟 对不对 所以做老师的人 每次讲 你看校长 给我这样多东西做 等到他做校长的时候 他就给更多东西 给他的老师做 所以就是很奇怪的 人的成见 人的偏心 所以你没有设身处地的时候 就会发生 那你要怎么设身处地 就是借着神的道 所以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准则 就是祂的话语 所以从祂的话语 我们就会知道怎么做了 阿们 所以你不听神的道的人 你根本没有准则 价值理念 道德理念 什么都没有 那你用什么东西来做准则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上 盼望 就帮助我们 那么现在我们来 思想今天的主题 在这里保罗说 不要在人的罪上有份 那你觉得保罗在这点是指什么东西 当然我们很难只有用一个经文这样看 但是我们用整体来看 保罗写了两个提摩太前后书 也提多书 这些都是牧养书信 有很多的使徒书信 我们会看得到 你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基本上就是三样东西 在别人的罪 有人 人先犯罪 但是你去掺在里面 对不对 这个意思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保罗全面的教导的时候 会知道 用第一来讲 最严重的 你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就是你去接受别人 错谬的教导 保罗在 听不太后书四章一节说 圣灵说 在末后的时代 必定有人离开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 邪灵和魔鬼的道理 各位 邪灵和魔鬼的道理 你有没有问过 谁会听啊 如果一个人说 我现在在讲魔鬼的道理 去杀人 你会听吗 不会听 对不对 这魔鬼的道理 是很动听的 呵护你 没有公义 就是爱 就是接受 上帝要给你健康 上帝要给你祝福 什么都讲 只有没有叫你 背起自己的施加更充足 没有教你 这样的功课及身 来更充足 没有教你顺服 就天天叫你 宣告主 这些东西 其实很合乎人性 但是却不能叫人的灵性挣扎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呢 因为非常的满足人的肉体 你不需要对付自己的道 不需要舍己的道 谁不喜欢 所以你们了解 基督在施加上时 祂所带给我们 跟祂一同死 一同复活 与祂一同受苦 一同得荣耀的 这样的道 对不对 当然在神里面有应许 祂与我们同在 会保护我们 但是在这个地上 有难处 苦难 挑战 争战当中 怎么依靠祂的 这些道 其实 当这个时代 越来越少讲 教会越来越少讲的时候 我们要问 现在 不讲这个道 讲的另外一种道 叫人很开心 学习 积极 往正面看 但是什么叫靠圣灵 不懂 靠圣灵 就以为积极 就是靠圣灵 这种就是魔鬼的道理 因为你翻开圣经 讲人论 人理 人本的东西 你们就知道 为什么圣经说 魔鬼 装住光明的天使 所以你们不要 听起来觉得很贴切 很舒服 你就以为那是神的道 其实在有一些地方上 可能你要对付你自己 但是你教导你的人 没有指责你 然后你很开心 对不对 你很开心 因为他讲的 天天安慰我 我很受安慰 我家里 我孩子很多问题 我每次来的时候 很受安慰 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你 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 你怎么跟你的孩子 有争战 挣扎 在养育教育他的时候 怎么靠主 没有讲这个东西 所以你听了很舒服 只有每次来 涂伤 但是里面腐烂的地方 没有解决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就接受 这种道理 我要需要这样 我需要成功 我需要 我接受 你接受 因为其实 你是因为你的私欲而接受 并不是你遵守主的道而接受 你们听得懂吗 你因私欲来接受那种道 你只会叫这样的传道人 越来越有胆量 越讲越多 因为今天讲这个 来十个人 下个礼拜再讲 来五十个人 他很开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犯罪来的 你参与别人的罪 所以有时候 我跟弟兄姐妹说 有一些的道你们不要听 你们不要听 你们这些道 你们越是喜欢 这样的传道人 就越多是起来 给人的耳朵抓痒 你就是原来在神的眼中 在别人的罪上 有份 这个意思 其实这个时代 每一次我看的时候 就是流泪 这样的 没有神的话语的根基 只有单单人的口才 要出名 就出来要服侍主 影响了这么多人和教会 扭曲了这么多 上帝纯正的道的时候 我每一次宣教的时候 这边跑 这边讲 那边跑 那边讲 其实我看到 有些人问的问题 其实他们在无知里面 我知道他们是 好像一个羊 从来没有喝灵奶 从来没有喝 所以他们 很多的问题 是看不开的 然后服侍 也是拼命 用自己的力量来做 然后受伤 自己里面 没有被教导 没有被开启 没有觉悟 对人的生命里面 爱就是拼命 用力来爱 但是怎么有智慧的爱 有公义的爱 不懂 这个就是因为 在教导他们的人 其实没有给他们上进 没有给他们灵性进步 就好像催眠他们 让他们开心 这样的东西 我并不是说 我要让你们不开心 明白吗 你们来教会 有的吃 有的玩 有的喝 有的谈 当然开心了 牧师也愿意 大家开心 但是要有长进 你越成熟 你越开心了 因为你越灵性成熟 你越靠近主 你越明白主的心意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你不但是喜乐开心 你也懂得 把你的开心喜乐 分给另外一个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错谬的教导 是最害教会的东西 如果我们还要去参与这些其中 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 以前从这样的教会 花多少钱买这些牧师的信息 买这些什么道理 是是而非的那些道理 买的 但是感谢主 回转之后 我真的是愚昧的 以前不该做的 所以这时候要脱离这些东西 完全的脱离 愿主帮助我们 现在每次讲道 讲完之后就有人写信给我 牧师 我很喜欢听你的信息 但是你讲的那个东西 我跟你讲 什么什么什么 你不要批评 什么什么这个东西 我哪里批评 遵照神的话讲 对不对 你要问什么是魔鬼的道理 你问哪里 魔鬼出来 今天在电视机里面 我是魔鬼 我来讲道 这样骂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解经 这个解经了就没有办法了 你就会知道有些人在传魔鬼的道理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 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教导人的人 牧师是很谨慎 不是你热心 你能够做一个全职的工人 不是你很喜欢讲道 你就能做一个小组长 有些人说 牧师 为什么你不要兴起更多的小组长 我要兴起 但是我看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 他有口才 但是他有没有那个成熟的灵性 能够讲出来 有一些道 你可以去背下来讲 但是当你在带十个组员的时候 他们的问题不一样 你要看透他们心灵里面的光景 他们欠缺的地方 你要教导他们 所以这一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会了解 所以做圣工的人要分别为圣 因为耶和华上帝是看内心 不是看外貌 外貌上 有热心的人 会讲话的人 有才能恩赐的人 是一大堆 但是 要看 所以保罗说 不要仓处 不要急处给人按手 这些他们一起来教导 教错了 生命对他们还没有肯定的时候 还没有看到他们生命里面的成熟力 可靠力 一教导的时候 骄傲起来 教会里面 因这些东西很多的问题就出现 所以 那不是我几时能够做执事 你问主 问主 现在做执事的 听的时候 哎哟 牧师原来是这样 以前做执事的时候 你又没有讲这些东西 我现在随准不到 那你现在 就是靠主的恩典 现在听到 然后慢慢追求这个 就这样就好了 因为我们来到什么地步 按什么地步 跟从主 然后有时候你觉得 我从其他教会来 我有很多的眼光 已经信主很久 看的事情很透彻 然后当你带这个眼光 你来看的时候 哎呀 这个教会的执事不够 长老不够 因为你是在旁观者看 你还没有坐上那个位置 被众人要求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可能 可能坐不到 所以你们会明白吗 所以 在主的道上 你一定要很通达的 很没有成见的 没有偏心的 去看 去反思 觉悟 你就懂 原来 教会里面都是神在带领的事情 弟兄姐妹 我们看另外一个 所以不要参与别人 不要去接受那些不对的 不要去参与 不要去做他们所做的东西 这些 另外一个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怎样参与别人的罪 就是成为愚昧人犯罪的管道 其实有时候 人是罪人 发发牢骚就需要 讲一些血气的话 主观的话 今天怎样 教会怎样 这个弟兄姐妹这样 我的组长怎样 这个招待怎样 发发血气 人家讲的时候 你就看得出 但是你 这样啊 这样啊 然后你去跟别人 每个人讲 你真的是愚昧人 所以我跟你讲 人很奇怪的 有些人听感恩的话 没有感动 听闲话很有感动 闲话来 真的啊 是非的东西 马上去传 你看 所以gossip 传很厉害的 弟兄姐妹 你讲人不好 你就很喜欢传 你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吗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你们还不懂吗 因为你自己也不好 所以你讲人不好的时候 就显得你没有这么不好 你们了解吗 这是人的本性来的 你们听这么多道 读这么多圣经 难道你们不知道 为什么你喜欢讲人的不是 当你在讲人的不是的时候 所以你心里面有一个圣灵 还好我不像他 我也分析得出他的问题 各位 这个就是你的一个写照 罪性的写照出来 一个很喜欢讲是非的人 其实他是越讲 自己要得安慰 但是连这点 圣经都教我们 懂得怜悯 所以我跟你们说 牧师是一直祷告的 主啊给我百般的忍耐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要忍耐 因为当你看到 但是又能不动怒 不生气 然后懂得要怜悯这样的人 帮助他提升的时候 这个要百般的忍耐 你看到不对就去讲人 这个哪里需要忍耐 你们了解吗 所以忍耐这个功夫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赐 你要帮一个人的时候 你又不能直接讲 要间接讲 又要等 很难啊 等下等他又听不懂 又不会改 气得不得了 但是还要忍耐 你们了解吗 这就是做牧师 但是我们既然知道 不要参与人的愚昧 在人的很多的愚昧 当然我明白 有时候人的心受不了 嘴巴就要讲 你们听得懂吗 你心里受伤 你就要 他都给我受伤 你知道吗 他给我受伤 OK 我跟你说 你受伤的话 你按着神的原则来做 马太福音18章 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要怎样 怎样做 他得罪你 你要私下找他 趁着你跟他一个人的时候 对不对 因为一定要这个 因为你尊重他的那个尊严 我跟你一个人的时候 弟兄姐妹 那天你这样 我很受伤 你知道吗 如果这样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感谢主 你赢得他 有没有 你赢得他 教会就是要赢得人 赢得人 因为这个里面 有人的觉悟 有人的悔改 赢得人 你讲不听的 然后你到处去讲 这个东西 亲爱的弟兄 这就是你的事物 这就是你给魔鬼留地步 参与别人的罪的问题 所以主的教会里面 有分裂 有越来越多的嫌隙 就是因为 你没有遵照主的话 来做 我们教会是不怕有犯罪 因为教会里面都是有罪人 不怕有过失 但是在过失 在罪过 过犯里面 我们懂得回归神的道 懂得用主的道的原则 来处理的 就不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了解吗 教会的圣洁 就在于我们是有主的 我们仰望着主的道 来行事为人 来处理过犯 那就对了 感谢主 愿主教导我们 在这个地方上 不参与 别人的罪 我顺便 按着圣的话 就是再讲一遍 因为今天圣经也是这样讲 如果我们在上服侍主 处理事物 治理众人 管理众人的长老 或者领袖 或者小组长 请你们给他们多加的忍耐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 但是你们一定要记得 在上的人 要处理的事多 要考虑的事情多 有时我们的智慧 跟不上的时候 求众弟兄姐妹 为上面的人来祷告 所以圣经也这么说 所以控告长老的秤子 若不是两三个人不要 就是去收他 就是不要去entertain 这是有一个智慧在里面 我刚才已经讲了 所以你会理解 带领多人的人不容易 为他祷告 然后 给他feedback 给他一个反馈 你们明白吗 有些人喜欢在后面讲人的不是 或者讲你的主长 讲了还是什么 或者知识 你没有去找 你会不会这样做比较好 然后再上带领的人 请你们打开耳朵 好好听 如果 弟兄姐妹 有人讲什么 不要 谁说的 叫他来 不要讲 是吗 这样 让我考虑一下 让我多得到智慧一下 这个就是彼此相爱的原则 彼此相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你们这样听到就对了 你们明白神的道里面有慈爱 有公义 牧师现在讲道的时候 我也在平衡两方面的东西 所以你们听懂的人今天就长了一层 走了之后不但是看弟兄姐妹 回去看家人 厨师带人就不一样 我盼望 各位听到完之后不是单只有在教会生活 回家对人情世故的东西 懂得显出基督的美德 愿主帮助我们 最后还有什么东西是参与别人的罪 间接给人机会继续体贴自己的软弱 这一点也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发现 我们在给人机会体贴软弱 有一些人来教会 他们是当然有自己的动机的 我说我们人也不能永远就是要控制人 你所想所做所讲的在背后 我不能什么东西都知道对不对 但是起码我不要给你机会做 你很有钱 你说 每个人都整天去赌博 上船也赌博 哪里也赌博 家里也赌博 干脆我开赌场给大家赌博 因为反正他不来我的赌场赌博也到处去赌博 你可以这样讲吗 不是这样 因为你不要给他机会 你了解吗 所以这些很重要的 我们懂 所以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对不对 你看每个人玩电脑游戏机 你也去设计那个程序 来教人游戏整天玩 所以你要问 我不要制造那个机会给人 所以这个人又更生一筹了 你说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要直接 我们要间接地想 我给各位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些人来教会 喜欢我来做MLM 卖这个产品 那个产品 对不对 其实你们有没有问过 很多教会 牧师都是喜欢让这样的人来的 这样的人 有钱 钱 生钱 然后奉献就多 我是一律从这个教会的建立 我都反对这些东西 我说你们要做 做要不要给我看到 我没有这样讲 我没有这样无理 但是我现在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不接受这个的 为什么 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圣殿外面感人 那些做买卖 耶稣为什么这么生气 这些人都是卖鸽子 卖牛羊 等一下进去圣殿 刚刚好献祭嘛 有理由嘛 我们主耶稣看到那个精神 大家都来这里做买卖 神的店在旁边 你们把神的店变成贼窝 再得讨价还价 买到这个 这个养好 这个女 然后等下进去 要敬拜神 祷告神的心都没有 所以耶稣说 你们把我父的家成为贼窝 全部赶出去 你们要买去别的地方买 预备而来 预备心 为什么要在教会做这样的事情 当教会里面有这种买卖论 大家都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没有讲福音 没有讲弟兄姐妹 怎么帮助彼此 爱彼此 关心彼此的话 我讲了就讲这些东西的 所以牧师的角度 为什么我对污染人心的东西 我是很敏感 我对外面有一个人 以前我在幕会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 吵架 跟另外一个姐妹吵架 我说没有关系 大家不要吵 这个I'm ok 这个我没有问题 因为人血气 但是我对污染人心的 我很敏感 你们明白吗 人外面就是 吵架是难免受不了人 但是里面的那个毒 那个会扩散 像面膠这样 叫人慢慢 越来越妥协 不爱主的东西 这个才是危险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在想一样东西 我们这个疫情已经两三年了 快要结束了 我现在讲道的时候 我可以跟你们说 这个里面可能几百个人 一千个人 他们就一起在听这个东西 你们知道 我这几个礼拜一直在想 我们一直把主日直播放出去的时候 会不会叫人不去教会 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东西 我在预备这个信息 我一直想 主啊 现在有很多人是可以去教会 不去教会 我已经习惯了 然后你问他 为什么你不去教会 牧师没有教会 没有教会像你们生命堂这样 所以我在家里跟你做直播 我心里很想 那你是不是要附属我们教会 神说圣徒相通 为什么你不来 现在疫情也过了 所以我这点 我可能要跟我的同工们开会 可能 我了解有一些地方 真的找不到教会 真的无论怎样 但是其实你有心找 一定有的 就几个喜欢听道的人在一起 然后一起有分享神的话语 所以以前我们做直播的精神 是要帮助众教会 但是现在造成众教会里面 有很多人就听直播 不去教会 那我是不是参与别人的罪 你们有没有想过 所以我在这边天天骂人的时候 我现在说 哇 是不是要骂自己一下 对了 所以我今天就说 可能我先跟同工们说 可能明年开始 我们主日直播要停 明年 我给大家再几个月 主日直播停了 要聚会的 这个信息是另一天才听到 另一天 星期一才录制出来 因为这个信息为了帮助很多追求主的道的人 但是在主日这个时间上 如果我一直放直播的话 叫很多人越爱听越爽 然后呢 我去我的教会 那个牧师讲的我都听不懂 没有没有 不可以 这样罪就在我身上了 明白吗 因为你去教会 不但那个牧师的道 还有圣徒的相同 所以我再讲一遍 明年可能主日直播就不做了 其他的聚会可以 不是主日 所以为什么 因为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不给人机会体贴他们的软弱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牧师能够想到这样 你就知道了 你们要怎么设想 这句话 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所以现在不是教导的人 什么都对 连我们教导的人 想东西有时也想不到 直到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自己再反思一下 就觉得可能我们自己也做得不够 也有 原主帮助我们 所以我跟他说 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的 若不是神怜悯我们 最后主给我们的一个结论是什么 我们一起看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这里说 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 如同先到审判案前 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 一起来 这样 善行也有明显的 也不 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 这句话是一个奥秘 对不对 但是基本上讲的就是犯罪跟善行的事情 要讲的是什么 犯罪之人的明显 行善之人的明显 你无论怎样藏也藏不到 但是在犯罪的时候这里说什么 这样的人 这些人的罪是明显 这样的人因他们的罪已经先到审判案前 所以有一些人 他们的过犯是很明显的 所以 换句话已经看到他们的过错 他们也因他们的过错蒙羞了 比如说贪心的人一无所有 血气的人怎样被人斥责了 捏造这些话语的人 捏造事实的人已经被揭穿 所以已经 已经到审判来讲 已经受到上帝的什么 已经蒙羞了 你们明白 所以犯罪的人 你看到处都有被报应的 但是 也有一些人的人犯罪是在后面来 为什么后面 因为他们比较会隐藏 不要给人看到 讲一句话 但是又有一点隐藏 不要给人知道自己的动机 但是你跟他在一起久而久之 你就看到他露出马脚 所以 心疏不正的人 你不要想隐藏 不可能隐藏 所以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华人讲这句话 其实 不但是己莫为 自己的心里面要来到主的面前 要觉悟 所以这样的人就会知道 免去那个审判 免去那个蒙羞 因为迟早的 你里面的丑陋 如果你继续合理化 也是会被发现 那行善的人 在这个方面也一样 那个是真爱主的教会 真爱主的子民 他们所做的 可能暂时人家没有看到 久而久之 你知道那个弟兄 那个姐妹 因着他们的祷告 长久的忍耐 这样的服侍 都让我们得到很多的益处 人都会把他们所做的 会讲出来 所以这个也不能隐藏的 所以我们如果做的对 我们为主的宗教会做的对的事情 迟早是大家会看到好处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 行善的东西 不要一直说要给人看到 然后要让人知道 然后快快得到果效 有些东西 对不对 有些事情我们 我们所暗中做的 神说什么 神在暗中查看 必定报答我们 所以我们听了主的话之后 每个人都有反思的地方 对不对 我们需要有些反思 然后以前我们二代的人 现在要恩待 很多方面 我们 该做的 就去做 也借着信心而做 借着爱心而做的 久而久之 你自己在神面前清正 对不对 清洁无愧的心 将面对主 主喜悦你 然后 久而久之旁边的人也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得到很正面的力量 一定会的 因为你靠主 人靠近你就靠近圣洁公义喜乐的主 对不对 一定的 所以有一些东西是隐瞒不过来的 愿主帮助我们众人 在这点上 我盼望 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一个成圣的功课 我再讲一遍 罪 每个人都是罪人 所以没有一个人就拿着神的话 要指控人 圣经告诉我们 是劝解 要把人完完全全的最后 引到基督面前 不是叫人赤身入体 然后看到他很丑陋 然后他越来没有脸 活在我们当中 然后就离开 这样我们就做错了 所以公义慈哀的整个的平衡里面 因为主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祢 今天祢给我们的话语 也很多方面的教训 教导 使我们能觉悟 反省 主 感谢祢 祢所爱的人 祢必定责备 也接纳他们为儿女 这是主的应许 没有儿女是不受父亲管教的 何况万灵的福 一定是对我们生命的仁爱 圣洁公义的地方 主是很在乎的 所以主在这方面 求主再次用祢的话语 洗净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祢面前 当我们靠近祢 我们也懂得爱 祢所爱的人 就是我们旁边的肢体 愿我们教会 弟兄姐妹 都得到同心合一的心 在主的真道 我们同归于义 感谢主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